一甲第二轮,尤文图斯主场迎战拉奇奥,最后凭借着皮亚尼奇的远射和曼朱基奇的补射,老夫人以2比0立刻对手,不仅取得联赛两连胜,还先手送给老对手联赛两连百。 比赛里迎来主场首秀的C罗虽然没有收获进球,但两个进球都与他有关,他赛后得到媒体评出的全场最高分。 不仅如此,他在队友进球一瞬间的动作引发球迷狂赞,比赛来到上半场第30分钟,尤文图斯利用一次快速板击找群进攻机会,边路球员将皮球调入禁区,曼朱基奇力压对手攻门。 但是他的射门有点偏,直接砸在拉奇奥球员的身上,紧接着皮球被破坏到禁区外。 这时候,皮亚尼奇刚好在附近,他二话不说直接一脚凝空出射,皮球犹如出唐炮大钻入网络,拉奇奥门将无能为力。 然而经过慢动作回放,可以发现一个细节,就是在皮亚尼奇射门后,C罗做了一个非常规的动作, 他双脚并骑,点起脚尖猛的,向后撤了一下,原来皮亚尼奇踢出去的皮球的运行线路刚好经过C罗脚下,他那样做事给皮球让路。 如果没有C罗的这一动作,皮亚尼奇的精彩跃射就会泡汤了。 C罗的这一动作,好似一个芭蕾舞演员在跳舞,牺牲起的敏捷性和柔韧性,被战士的淋漓尽致。 这是33岁球员的身体吗?肯定不是。 皮亚尼奇的这纪运射,时速少说也得100公里以上。 那么短的时间,专业门将都反应不及。 此外,这也说明C罗是一个很有大局观的球员,他当时处在越来为止,只要自己碰到球,就算是进了也网难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个进球的策划者正是C罗。 许多球迷看到这一幕,也都改叉C罗的比赛意识真的还是顶级。 如此C罗,当然值得球迷点赞。